衛生局人員來到這間高檔超市 在冷凍庫內翻動貨架裡的商品 把一些有問題的生鮮肉品 丟進地上這個箱子 裝箱貼上封條帶走 被民眾檢舉食品的有效期限出問題 門市裡的烤地瓜可樂餅 原價149元 特價69 酒乾赤雕299元等等 這些商品部分已經過期 但是被包裝成集齊品販售 檢方和衛生局查出 這間高檔超市內 如果生鮮肉品 餅乾點心 時機的保存期限不到一年的話 就會拆封分裝 自行輸入保存期限 再上架販售 有一點不可思議 經過這件事情貨 就會稍微注意一下 看它的日期 就不會特地好來買 下次就考慮去買別家了 這間高檔超市門口 就寫著店內商品主打 嚴選和牛 頂級肉品 精品水果和進口乾貨 老闆 中信負責人 是前立委 中紹和的兒子 高雄市議員 中益仲的弟弟 當場發現 燦凱效期是過期生鮮食品 184包 及有效期一律食品 81包等食品 正中信負責人 黃信店長 當庭預支分別以200萬元 及20萬元交保後傳 記者詢問 中益仲 他表示不清楚 弟弟200萬交保的事件 會再去了解 而高檔超市在高雄的三間門市 一間拉下了鐵捲門 另一間雖然有在營業 但是店員不願意回應 還有一間則是緊閉大門 在玻璃門上掛了捕獲中 現在高檔超市因為蓋標出包 恐怕信譽已經大打折扣 所以你去看看